今天四郎还得奢侈 讲一盘50多年前的神局 出自1966全国象棋团体赛 红方湖北小神童李一亭 黑方广东魔书杨观林 两位都很熟悉咱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开局是中炮过河局队平风马近七兵 平炮队局压马退鞭炮 红方马八近七 黑方再补个市 这开局极为常见 红方这里有平炮跟跳马两种走法 这马是跳 黑方平炮打局 只有一个落脚点 黑方再补手相 准备出局啊 红方拆中炮一封 魔术是跳外马 准备充足踩局 红方提前躲开 做炮 黑方以退为进 又踩局 把这个正马变成了边马 红方就躲局了 应该说放在内道 是比较把握的 现场吃的边足 有点远离战场的感觉 下一步魔术浸泡打兵 瞄准底下 红方一搏 黑方再把足送掉 这招有几个意思呢 首先是给黑方的鞠呢 腾出一条线路 再一个也是提前松开了马腿 红方如果吃足 黑方就可以朝上跳马 这马选择点很多 前方也没有阻碍 往哪跳都行 现场的话 里特大没有吃这足 他平炮 要量拘 黑方浸泡到夏尔县 要往另一侧甩炮 集结火力 那不行 不是 黑方来了个借炮石马 现在红方的处境并不太好 其实如果想换子 可以禁锯 黑方出 红方就对 这应该是比较平稳了 但里特大想对杀 太平稳没意思 他朝上运马 黑方禁锯一抓 往左跳 这步棋很凶啊 既能卧槽抽狙 又别住了向腿 魔术云淡风轻的 撑了一手试 红方可不能打啊 你一打就出去抓 那不想丢你 还得说平炮 那这个棋 黑方再来个包抄呢 这红方必丢子了 绝对不行 那不能打 是这马怎么办呢 一会平锯被捉死了 要变围棋 里特大送兵过河 这象踩不了 足够也不敢拱丢马 黑方用锯来吃 抓炮 掀手 红方回马 打锯 这里只能躲 躲开之后 下一步人家可要进足拱马了 红方得想折呀 应该说呀 用炮打掉不错 简单粗暴 实战 进中兵 黑方拱马 先招 往中间蹦 踩足 同时打马 那就往上跳呗 红方吃足 这张走 虽然说消灭了 但是黑方的马 也上来了 红方进炮 想换 有根可以不用管 磨出 下底炮 要踩中向 不打不行了 出手 黑方 黑方踩炮 继续瞄准中向 红旗 回马 一看 黑方进攻停滞了 而且这马呀 一捉就死 黑方 平炮 首先 这个鞠过不来 第二呢 这炮要是往前进两步 就别住马腿了 那不又能踩中向了吗 李特达 跳出来 踩马 黑方 平炮 回来 这一看这么整也不行啊 变招吧 炮七平四 卡住向眼了 你不管我就过足呗 红方 捉马 退炮 升根 红方也不敢轻易的拆开炮架 黑方可以马六进四往那边跳 那走啥呢 要说红方李特达确实是高手 他发现了战机 看好了 红方落下 黑方禁足过河 红方平炮 这样一转换 这个炮啊 就跟红方的鞠马形成联系了 现在准备砍底式 红方只能落 紧接着朝上跳马 这卧槽一将 再平炮一将 黑方要坏了 魔术怎么化解呢 他足跪 就是说 红方如果召集卧槽 出老将 然后平炮将 黑方就这样 打底将 这补相不就踩了吗 那样红方就完了 召集卧槽并不是好棋 红方走的是队狙 这走的队 黑方你没法打底将了 红方直接砍炮 这也不敢吃鞠啊 卧槽平鞠杀了 像这种局面得注意 这里平炮不行 应该怎么走呢 今儿正招呢 不太敢想 四郎用软件拆了一下 应该是吃鞠 因为这个红方踩完之后吧 还蹬着炮 捉着炮 肯定要丢子 但是这确实是正招 后续呢 黑方可以退回来 踩炮 打中兵一将 我直接说最顽强的 电马 出去捉马 朝上跳 进去过河 接下来就是调整鞠马 对红方又已发起猛攻 这么一套弃子拨杀 那么这套手法 毕竟魔术是人类 在一个现场时间紧 没吃鞠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实战走的足五进一 这步棋呢 肯定是红方占优了 但是咱们要知道 这个足是不能吃的 你用兵吃 那就把鞠挡住了 黑方平炮 瞄底下 红方不能够砍炮了 这个棋已然崩了 那你用鞠吃足呢 这就离开马脚了 黑方做掉 红方只能用兵来终结 同时还松开了马腿 那黑方就出局先保炮 下一步平炮打底下 攻势强大 黑方占优 这足很安全 里头大呢 没上这档 他进了一步局 这是对的 现在叫杀了 卧槽再平局吗 关键是爆防啊 你退炮 看住卧槽 就丢马 你平局吧 丢炮 也不行 出老将也不行 魔术选择称式 也只剩这一招了 红方用鞠砍的是 用马踩会更好一些 用鞠吃的好处 就是可以砍底式 黑方朝上跳马 拆炮架 红方卧槽江 上来 平炮 给马腿一别 那现在这马呀 离中向有点远 黑方再平炮 红方就可以补了 没问题 到底应该走什么呢 看好了 魔术 拘一平四 这招是暗藏杀机啊 红方在这儿啊 应该是补个相 实战 退居捉马 捉足 黑方动手 平炮 叫杀 好奇啊 这招的玄妙之处 就在于 红方他不能吃足 你一走 黑方就气马一僵 只能吃吧 坎氏一僵 红方上帅 一抠 这只能往右走了 禁居江 唯有电尸 再一抠马 绝杀 实在太犀利了 刚才说了 红方吃足不行 现场是补向连环 现在是踩着炮 捉着马 吃着足 魔术算到了 他对居 一步起又化解了 这换掉也是不好走啊 实战拼了 砍底势 看一看 有没有拘马冷招 魔术先防守一波 退回来打马 回马将军 出来 这个红方是杀不死的 但是黑方始终有 七马一僵的手段 老帅出不来 就得用试吃 那黑方还是可以砍底势 这我就不摆了 李特大 跳马 这是正招 魔术步步催杀 禁狙 准备大刀弯心 这里面有个杀招 叫凤凰三点头啊 这个展示一波吧 弃狙砍是将 用马踩不行 砍底势 陈亚军 那你只能说用老帅吃了 这里又可以了 一点 两点 三点 底线是炮 回不去 还吃不动狙 凤凰 三点头 这个位置 黑方进鞠 准备穿新 红方怎么走呢 出老帅也不行 黑方还是可以砍 你踩了鞠 下底将 上帅 一抠 又交了 所以在这黑方想解杀 必须弃狙砍炮 走不了别的 黑方吃个狙 那现在就没有杀棋了 红方开始发威 平狙抓炮 对手放在巷口 红方进兵过河 这棋也是挺危险 黑方退回来捉马 双方的攻防非常紧凑 确实精彩 里头大 鞠将 退老将 朝上跳嘛 这又能将了 黑方回降 红方还是跳 来到这儿呢 是为了兵贵 魔术 平鞠 兵贵 拱鞠 退步 拱向 现在是拱着鞠 捉着炮 而且红方这鞠下底还是杀棋 黑方只好气炮打向江 红方踩炮 黑方杀兵 把这杀棋解了 之后红方用鞠啊 打了两下 然后退到足林 可能想往右甩 或者说围马调整一番 对手平鞠 先捉马 红方退回到底线 列位都惊身了 下面到了本局高潮的部分了 此刻 魔术来了一招 凌空送鞠 里特大一瞧 不能吃啊 人家黑方挂脚是一步杀 中士不能动 老帅出不来 那就先避其锋芒吧 下底打了好几将 然后补向 这回人家中士能动了 黑方不能挂脚 那得逃鞠了吧 并没有 魔术鞠砍中相 第二次弃鞠 这俩全被马蹬着 那用这个踩不行 挂脚死了 那用这个踩呢 也不行 下底 点试 挂脚 这同时还别住了马腿呢 红方上帅 退鞠 绝上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鞠 一个都不敢吃 这里一砍 你不管 我还是要挂脚 整得属实挺为难 里特大用鞠啊 又点了无数将 想齐啊 之后变招 回马将 黑方躲降 红平鞠手擂 不让这马挂脚 魔术 先吃个炮 红方 鞠占花心呢 没用 跳马就死 那黑方就过来呗 看住对手的马 同时也松开了自己的马腿 卧槽就死 这也算是解杀还杀了 红方他不敢这样走 现场 下地鞠将 上将 跳马 踩鞠 列位 此刻魔术第三次弃子 降四平五 把忠视锁住挂脚一步上 拿这个棋 红方只能踩掉 黑方 鞠八平六 一招 逼逼 行棋至此 红方认输 哎呀这旗下的 现在就是说呀 黑方卧槽一步杀 你吃了鞠 他就挂脚 也是绝杀 我说这盘是千古名鞠 应该没啥意义吧 大家不要忘记关注点赞 我是四郎 下期再见